我們請林芳汝林議員執行 謝謝我們的主席 感謝市長 感謝各位局處所長 這麼早 大家辛苦了 專程感謝 我們丹教指定 昨天安排我們的林全院長 來去看我們那個玉核包受損的情形 這麼大力的努力支持 然後你看還把那個 那個我們的行政院長都帶到我們的大樹 真的非常感謝 感謝市長 謝謝 我們今天最重要講的就是這個 AI人工智慧 我們現在我們知道說 他的 我們看到的他的重點是深度學習 在最近有幾個例子 都是在講這個大腦的風暴 就是說我們的大腦的 新的一個智慧的一個 啟蒙 即將開始 如何整合 如何的 讓這些 可以連結 這個也是跟很多的東西都有連結的 譬如說我們這次 我們上個月在 韓國有一個日本 有一個旗王大賽 就是韓國的第一名的旗王 這個 這個深度學習 他就有算大腦的風暴 就是人工智慧 就是我們的感知 跟電腦的視覺 跟語音的聽覺 跟自然語言的處理 他這個就代表說 我們這個人工智慧 思考的邏輯 就慘了 因為現在全世界在競爭 它就是這個 程式語言 連結到就是 人工智慧連結的 就是我們程式語言 就是我們頭腦裡面 改變了這些現實的狀況 今年剛好有一個孩子 他去台北 假日來 他媽媽照顧 他媽媽幫我求救 說我們這個孫 實在他照顧不發言 他從基隆來 基隆來我們高雄玩 然後他顧得很 他顧得來不及 然後所以他問我說 我們這個孫不能達成怎樣 結果我就問了那個孩子 那個郭忠生 我就問郭忠生 國中一年級 等於現在一年級的下學期 我說你不喜歡讀書 那你到底你喜歡 到底你喜歡什麼 我說你在什麼 什麼課程裡面 六大領域裡面 你到底喜歡了 哪一類的課程 他跟我講說 都沒有 我說那你數學 你是男生耶 你數學不好嗎 他說不好 很難 我說那這樣喔 那你國文怎麼辦 他說國文 他也不想讀 我說喔好 那沒有關係 我說 那麼 你知不知道什麼 叫城市語言 他忽然一個 砰一個頭腦 他跟我講 我拿全校第一名耶 我說 我就跟他阿嬤講了 我說你看 你們孫 在基隆的學校 他們在學校裡面 競賽 他在城市語言 他拿全校第一名 你又說這個孩子沒有天分 然後我又問他 那你們基隆 那你們基隆 的這個城市語言 你們是放在哪裡上課 他跟我講說 他們從國小 他們就開始上這個城市語言 城市語言是很簡單 我們大家都學過 城市語言 他們現在說的就是 我們電腦打開 怎麼還有雪花 怎麼樣有雪花 開始第一張 可是他們現在 城市的語言已經不是這樣 他們現在城市的語言 已經變是從遊戲裡面 帶領我們的孩子 發展他們頭腦裡面的新邏輯 新思考能力 已經是這樣子了 所以現在 在台北市 在北部的孩子 人家沒有在補英文 補什麼樂器 什麼舞蹈啦 會畫 大家都去想這個城市語言 人家台北市的小孩 國小就可以 開始有這種 用遊戲的方法 然後去改變這些 思考的邏輯 思考的模式 我再告訴大家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台中發生的 在台中有一個替代意 因為他去警察局做替代意 他站在一個重要的路口 他站在那裡 因為他站了一個月 他自己就開始在那裡想 他是理工科的 理工科畢業的 他就站在那裡想說 左看右看說 那怎麼每天 左邊那裡都會發生 歐洲外的車禍 那個 怎麼那一邊 每天那個汽車 也會發生車禍 他自己就在那裡想 他用APP的連結概念 他就開始想 想說 那如何做到可以 讓他們也可以走斑馬線 然後車子 歐洲外也不會修容 車也不會修容 這一篇在天下雜誌是寫過 結果他就站在那裡以後 他就創造了一個 台中市一個APP 他就說 他就試驗說 用APP的概念原理 他把這個路口 用數學計算的程式 其實我們現在都認為說 我們現在讀那個數學 有沒有 很困難很困難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數學根本 一點都沒有困難 因為所有的城市裡面 包都已經是寫出來給你了 那裡面就有 簡易數學 他就給你算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算數學是沒用的 你還在比孩子 在那裡考那個數學 我剛剛說的那個一年級的 國中一年級的那個小孩說 我全校第一名程式語言 我告訴你 那個數學考不及格 可是人家程式 那是數學原理 他可以把那個程式整個出來 然後結果這個替代意呢 就站在那裡 他把那個秒數更改一下 他把那個路口放大一下 他把那個即時通報系統再改正一下 我告訴你 整個 完全進空沒事了 因為他替代他 你看多好用 這個二十幾歲的小孩 他們會玩程式 你看多好用 而且他把這個程式 工業程式 物聯網程式 他把你放在生活4.0上面 所以程式有沒有很重要 很重要 未來的孩子如果沒有這個程式語言 我們就 其實我們現在路後很多啦 尤其是我們高雄跟北部 你看已經落差 已經這麼大了 國小 國小 國小跟國中 我們今天本來的 你知道你們的孩子 在國小國中學的電腦是什麼嗎 我們還是在學那個簡單的 叫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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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 也還在學那個簡單的 叫做那個 有一些 網頁的設計 我們都在那裡 可是我們 國小就有電腦課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大家思考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要對外找一些資源 來放在我們的 現在原來的課程的時間裡面 至少要開始 然後我就查過了 今年我們高雄市的夏令營 也沒有開班 就是程式語言 也沒有開班 本來要開班 很像也沒有開班 你看我們整個都delay了 我們的孩子沒有競爭力 我們還在停留 在以前的舊思想 我們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孩子越生越少 我們大家都是我們的寶貝 都是金頭腦的 其實每一個孩子現在都會 現在國小六年級 就可以設計一款 自己喜歡的APP 國小六年級 它就可以有那個能力 它可以設計那樣 如果我們從第一年級開始 讓他們玩遊戲的時候 他們要國小六年級 他們就有辦法 不比誰 我們剛剛我們都不比誰 可是我們比我們自己 你們知道這個多嚴重 從程式語言 沒有 你們現在 你們知道多嚴重 現在到你們的兒子 你們的孫子 現在我們是考試制度 可是現在全世界 人們沒有考試制度 現在全世界 改變所有的 邏輯思考觀念 就是你這個六大主題 你通通投影過就好了 未來也不會有成績單 我問你 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小孩 要怎麼去課 台大 要怎麼去課 完全沒有競爭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停留在說 我們的家長說 還在送他的孩子 去上音樂課 去上舞蹈課 結果他不知道說 他的孩子已經 那個起跑點 大家的起跑點 已經不是那一些了 不是那些才藝 現在的才藝叫做程式語言 就是電腦裡面 這個人工智慧 在上上個月 東光國小就有一個小孩 他也是運用這個APP的原理 人工智慧的原理 這個原理 就已經去得了一個 新的發明獎了 很重要嗎 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最近就是在做 說這一些 我對這些物聯網 大數據 對工業4.0 我特別還有這個AI 人工智慧 因為我關注那個 那場奇賽 我真的是覺得 我本來是想說 人一定會贏 人定勝天嘛 主席 人定勝天嘛 人一定贏 結果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華然 Google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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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電腦贏了 因為電腦可以持續戰 我們的人體的體力 頭腦 我們沒有辦法專注很久的時間在那個上面 所以 輸了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告訴大家說 這個世界不一樣 這個世界進步得很快 我剛才說的這個程式語言 人工智慧這個 兩年內 兩年內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大改變 兩年來喔 全世界都在改變 那有可能被動的不改變嗎 不可能 好 所以 我 建議 我們的 那個 我們的教育局 是不是 我們有一個 旗程 因為下個學期要開始了嘛 我們原先就有電腦課嘛 好 我們是不是 應該要把這一個 東西 好 是不是透過一些我們的 跟我們高雄市政府 比較友好的一些基金會 好 有一些 學校的 裡面 內部 有的 這一些 資源 或者一些 我們幫 高雄 創造一些 人才出來 我請我們的 那個 教育局局長 因為我們的局長是 很有 教育裡面 而且他對這個 也非常熟悉 好 所以我們讓我們的局長 幫局長知道 是 好 謝謝主席 也謝謝林芳如議員 方若議員提到的這個 城市教育 其實在全世界 正在改變世界 所以我們高雄市 當然是非常重視的 去年104年 我們已經把它設定為 是城市教育元年 在國中小階段 就落實 城市邏輯運算的學習 那在天下 親子天下雜誌 今年3月的全國調查 你可以看得到 少數縣市 將城市設計 納入國小課程 他提到的就是高雄市 跟宜蘭縣 基本上我們在五六年級的 資訊課 已經在教授這個城市 圖像的這個學習 那我們整個對高雄市的 小朋友的這個培養 其實他們的潛力是無窮的 他們已經是視覺跟圖像的時代了 所以他很容易進去 運用這些工具 不僅能夠解決問題 還可以創新 所以他不再是一個 電腦等等工具的運用者 他其實還可以成為一個 發明者 還解決問題的創新者 所以對於說高雄市 剛剛林議員提到說 我們還停留在過去的那種 電腦的搜尋等等 我想除了很少數學校 大致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那這個靠什麼來推動呢 在這個今年的全國教育局長會議 親子天下也詢問了 大概22個縣市的教育局長 其實像我們高雄市率先說 你在107年課綱 這一個資訊科技裡頭 就城市語言的這塊學習 國高中都已經列為必修了 107年 107的課綱 所以大家都在做準備 那國小就是看各縣市的條件 怎麼再進行 那高雄市其實是得到 三年都得到全國的這個特優的縣市 所以林議員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已經發展的基礎上面 第一個我們讓老師的熱情要起來 老師自己的學習 然後老師自己的成立社團 他們是很熱情的去帶小朋友 進到這個領域 而且非常的興奮 然後我們的課程學習的教材 一定要跟業界的趨勢要能夠連結 那第三個我們要處理頻寬的問題 一個學校如果很多班級 要同時上線的時候 頻寬必須要足夠 那還有就是我們會跟民間 然後大學充分的來合作 讓各式各樣的這個新的發展 都能夠進到我們的校園裡頭 很活潑多元的帶動 很快樂的學習程式 那我們辦了好多次的競賽 那今年來說 我們還是繼續會發展這個 用遊戲軟體 譬如說.co 這個在今年的兒童節 我只要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就是不是由教育局去發動的 而是各學校社團自己串聯全國 超過十個縣市辦理線上競賽 這個e-game.co.島 其實是高雄市發展完整的 它在這個遊戲上要闖關 四十個關 那你看看有多少人參與呢 總計有兩百萬人次參與 高雄的國中小有293個學校參加 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個學生 參與闖關競賽 所以我們在這個推動的起步來講 比全國其他縣市是比較早的 然後我們的推動又能夠創造這個 新打扣島這種遊戲的闖關 然後讓這個學生更有興趣去嘗試 所以這個整個推動我預期 去年是城市教育的元年 今年105更加不一樣 三年內我們就發展得非常的蓬勃 所以很快對不對 家長會去學校介紹給他們知道 未來的新的趨勢 總之我們經常要改變 家長對教育跟未來世界的認知 他才知道要用新的方法 看待小孩子的學習 謝謝我們局長 那個我也是趁機會 讓大家了解我們高雄市 到底我們在城市語言這邊 有多麼的努力 因為它這個城市語言這麼重要 然後你看我們又這麼多的孩子 有在參與 你看光是在這個網路是平的的世界裡面 就有三萬七千七百九十萬人 三萬七千九十三萬七千七百人參加 這個這個你看一個在網路的平台 所以爸爸媽媽不是說你的小孩 他都在玩電腦遊戲 並不是 你們真的要去了解 你們要教育孩子們的是說 電腦它是一個工具 我們是使用它當這個工具 就是像我們 我們要寫字 我們要拿筆 你沒有那個工具 好好的應用 你一天也要把它轉啊轉啊轉啊 那個筆會壞掉 它就不是工具 因為它就變玩具 可是電腦它是工具 如果把它變成工具 而不是變成玩具 這個邏輯概念要清楚 你的孩子的未來才會走得更好 然後我們也謝謝局長 家長 家長的教育真的是 可能我們要加速一下 因為太多的家長 一天不抱怨都是跟我說 他們都在玩電腦 他們都在玩電腦 這樣 可是他們不知道說 未來世界它是工具 家長怎麼引導他們把它變成工具 而不是變成玩具 這個可能我們在加把勁 也讓我們的家長學習 不然孩子在家裡會有阻礙 什麼叫做遊戲 什麼叫做工具 這個可能我們 我們在校園內 尤其是國小 那個國小他把那個興趣 給它抹殺掉 我們又缺少一個金頭腦 我們現在教育局 專門在培養那個金頭腦 金頭腦很重要 因為現在全世界在比 謝謝 然後包括 這個還包括 我昨天有跟我們的奶千局長講 我說你看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 Google Map 就是我們的導航 我也是因為好奇心 因為大家都在用Google Map 可是在我們高雄市 我還迷路 Google Map 我那天去劉士邦委員的辦公室 Google Map跟我說 Google Map跟我說 你的 你的 你的到達地點已經到了 在左邊 我跟你說 我不相信 我走三次 在高鐵後面繞 三次 他一直跟我說左邊 可是我把手看到 我也很確定 他左邊叫做停車場 他跟我說左邊 其實他在右邊 然後我才想說 欸不對 我記得在我高中的時候 全台北市曾經做一個 很大的 整合 他那時候那個大整合 他把那個路 像 弄 很清楚 的標示 有一個地方 在我們高雄市裡面 有一個地方 Google Map全部都找得到 就是高雄市政府 林亞區 絕對沒有那個Google Map 找不到的地方 真的 表示 除了林亞區周邊的 戶政事務所 可能要稍微 加緊努力一下 因為你這個包括 你那個 我們萊謙局長 有告訴我說 要換27張 說 土地藤本也要換 房屋建造也要換 然後 那種的身份證也要換 很多的 駕駛執照也要換 可是局長 工業4.0了 所有都在網路上面了 兩年 我們的導航就找不到 我們要怎麼帶動 高雄的觀光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請局長 來看我 來跟我們講一下說 這個時辰 我們可以怎麼做 謝謝局長 謝謝局長 謝謝主席 也謝謝林議員 因為Google Map 那不是一個官方的 一個 一個 那個地理 那個系統的一個編制 它其實是一個集合 大家的力量 你如果是跟它說 Google Map 它是一個 數學程式 而且它是解憶的數學程式 所以它是等於說 你如果你有確認到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上傳 你去 藉由一個2.0的一個概念 把它結合起來 一個地體的一個概念 那個絕對不是一個官方說 我可以怎麼去 去 去 去執行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如果就是說 我們一般車用的導航 比如說什麼 啪啪Go 或是相關的 它那個變成就是說 它是一個系統商 然後它會派很多的一個系統 的那個 那個偵測的車子 然後去結合起來 所以我想 這個 我們會加強跟這些系統商 或是 但是我覺得 應該不是這樣子的 是 你不用管他們系統 他們會變化怎樣 所以主要我們這條路 立的 它就有三條路名 那就是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條路 就拿澄清路 就拿大飛路來講 大飛路這樣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半 它就變成神龍路 就是長庚那一條 其實它就是一條路就好了 你就是要把它變成兩條路 兩個路名 不是很找麻煩嗎 我說的是這樣子 你懂嗎 比如說 我們自己要把那個路名 因為它值得橫的 像弄 本來就很清楚 那個在戶政裡面 稍微 比如說 我們至少要有一個時間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 不過議員 你現在講的這個 跟剛才那個Google Map 那個是不同的一個 東西 我只是跟你講說 因為它Google Map 它基本上像剛才您所提的那個 那個問題 它存在的就不高 因為它Google Map 它本來在走走走走走 走到該換名字的地方 在整個系統上 或者說整個建制上面 它自動會去跳換 當然是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台北市路名有重整過 所以用數學程式 它不複雜 我現在告訴你的是複雜跟不複雜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把它如何變成 這些路名簡化 那你至少一個區開始 一個區一個區來做 一個區一個區來做 我們有個目標 有個時程 至少我們這個裡面 就會把它整合了 它不像啊 我就是試過啊 就只有林雅區 為什麼人家林雅區就可以做好 為什麼其他旁邊的區就 在高雄 如果在原11區 應該這個問題 其實是幾乎是很少的 因為它基本上 以前從過去的那個時代 以前在兩年前 在11區以前 現在應該議員所提的 會比較多是在 縣市合併完了之後 那有一些在縣市的 一些一個區跟區之間的交界 那個名字的那個部分 會比較高一點 有 我又告訴你 這個部分其實在我們 因為我們的市政府 我們市政府 我們最重視的亞洲新灣區 在這一個區域裡面 已經整合好了啊 它已經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 不能只有亞洲新灣區這邊 亞洲新灣區是這三年 整合起來的呢 我以前要去小港 我那個Google Map搜 有沒有 搜來搜去 最近搜都搜 一次就到了 表示它已經用數學 簡單的方式 它已經做好了嘛 我說的是 把它入名簡化 我們就搜到了 我現在要去委員那裡 我就搜三遍啦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說高鐵後面耶 就高鐵正後面耶 你看它 南向 南路 北路 它裡面竟然像像像像像像 然後繞了一大圈 那裡沒幾戶耶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 就是把它可以重整啊 沒有要求說 我們一次就說全部都要用啦 我們至少要說 要求我們的副政事務所 可不可以重要的區域 也要開始 我就說嘛 亞洲新灣區三年前三年後 它都可以把複雜變成簡單了 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再來了解 看看好不好 對啊 所以要有時程 所以我才說要求說 是不是我們來 訂一個時程 因為這個就是帶動我們那個 高雄市的公共旅遊啊 不然大家 如果要去我們山頂的小西洞 我們的市政府的每一個 大家PO的要死光 哇小西洞我給它讚 我幫它促進很多遊客 但是你知道 我們每天在那裡被問路啊 因為Google Map找不到 因為沒辦法 局長 因為它現在大家都依賴 已經在人工智慧這裡了 是 所以我們不能停留在後面那裡 所以我們也要趕緊有一個腳步 因為兩年嘛 它跨到那裡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這個路名啊 什麼東西都把它簡化 我們如果要觀光就沒辦法啊 對不對 是不是 謝謝局長 你研究好 你再告訴我 好不好 謝謝你 很多人喔 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工業4.0啊 所以我用一個大概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 那已經第一代我們以前高雄工業區 好 的時候 好 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以前高雄工業區做的就是 到現在啦 就是叫做工業1.0 然後到現在有一點大量生產 有一點推動 它叫做2.0 然後到我們現在生產自動化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 IT能自動化生產 這就是機器人手臂啦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裡 所以我如果沒有跟你們說物聯網 也沒有跟你們說AI 沒有跟你們說這個大數據 沒有跟你們說這個工業4.0 你們連結不起來說 原來我們的生活裡面已經慢慢產生變化 他以後 我們大家現在不是都有看到嗎 因為物聯網運用系統 所以很多人 未來沒有工作 未來沒有工作 人家那個Google已經在打一顆衛星了 他預計三年內他要打一顆衛星去啊 未來大家都有網路啊 大家都有網路籠罩 不用再說我還要用中華電信 也不用再說我還要用遠傳 沒有 天涯海藻 上山下地 全部都會 收得到網路 的世界來臨很快 因為Google無人車 現在連BMW 都在做無人車系統了 你們看有快嗎 很快 這個世界已經快速的在轉變 所以我們學校裡面的孩子要快點 因為我們現在小孩少嘛 父母顧著好嘛 所以我們要鼓勵父母親 讓他的孩子趕快擁有金頭腦 他才可以去跟世界競爭嘛 你看國小也得像做APP啊 在我們的小時候 我們曾經想過 我們國小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屬於自己的APP嗎 我們不曾想過 我們這個時候大概 以我那個年代啦 大概就想說 欸 我做這個可以發明什麼東西喔 發明什麼東西 可是現在已經不是 已經是一個APP做出來給你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網路上面喔 人家現在小孩啊 你們如果家裡有大學生 你們就知道了 你問他說你們要在做什麼課啊 你知道嗎 他們有一個全國大學生的APP 每一個學校什麼時候上什麼課啊 你基本上都不用記了啦 你自己寫 你自己寫你的那個學校啊 什麼名稱 我告訴你 今天的課表就出來了 全國啊 所以這個裡面很多的 都已經在連結 所以這個東西很快 所以這個物聯網的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是 就是要加快一下啦 這個 因為現在革命啊 已經不是空汙啦 什麼汙啦 什麼汙都不是 就是頭腦 頭腦的戰爭 AI人工智慧 頭腦 它 它是一個遙控 你有一個機器 所以大家說到現在大家很怕說 我這樣啊 爸我就沒有路用了 不是 不是 我們沒有路用 它是一個機器 它也要有一個遙控器 喔 我們就是做那個遙控器的那個人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的孩子 未來是屬於那個 可以掌握他人生裡面的那個遙控器 所以為什麼要花那麼時間講那麼久 就是這個真的對未來 這兩年都看得到 我們真的要大家趕一下時間喔 讓這些小孩子 他們能夠 把這些遊戲 玩得快樂 他們在他們的課程裡面 他們喔 會找到他們的樂趣 因為為什麼 大家小孩都生遊戲想快樂啦 對不對 主持 生那種的遊戲最快樂 所以喔 如果說他們在那個玩樂的世界裡面 他們腦內的奔多金喔 他們也會一直 一直跑出來 他們的一些新想法 他們一些新概念 他們就跟得上 我們現在未來就是要做傳承嘛 然後再來 我們要來講的就是這個 氣候變遷啊 旱災來臨啊 每一年 自從我開始 學習當議員以來 我還沒當議員之前 我大概花了四年的時間 所有的開會 所有的會刊 鄉長代表會 還有很多的陳情 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都會來 一定要我一定要參加 然後他們會帶我去山上看 這個水 到底是 以前工所時代 這個水 到底是怎麼擺 從哪裡擺到哪裡 從哪裡擺到哪裡 這個 這一個溝 它是從上面 它是從溝 連到下面溝 它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在這個氣候變遷 在103年的時候 水利署 我不知道你們去年的時候 你們記不記得我們7月的時候 大概6、7月的時候 突然說水不夠了 水量不夠 所以很多的美髮業 很多的游泳池 很多的三溫暖 很多的連家庭都叫你們限水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沒有記得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們 今年的黃曆 已經通知大家 今年更嚴重 今年旱災更嚴重 我們的高雄地區 他就是依賴這個高瓶溪 高瓶溪 只有依賴他 整條供應大高雄 的河水之母 在2013年 我 我跟委員 跟水利署署長 部署長 我們都還有到現地會刊 已經確定說 這個竹療自來水公司的深井 那個五個深井 真的沒有水 這非常確定 它是已經濕死的 包括我們又去取水站 去看那個水 水蚊下修 已經深度下修了 你 浪 都沒有水 等於說 你看 看山是山 可是山裡面 本來它是會自然湧出來的泉水 我們大橋以前是自然湧出的泉水 到現在已經幾六年都沒有湧出了 那個就已經在告訴我們 水沒有了 水之源沒有了 然後大家還不愛護水 大家還不認為水有多重要 水很重要 如果 一種的 我們大橋 如果是 那個電筒爆炸 我跟你們說 整個鄉市都沒有水可以喝了 這個很嚴重 你們就要再試試看嗎 還要嗎 這個很恐怖的 已經確定沒有水 然後水蚊也下修了 這個水這麼重要 你們連喝的水都沒有了 我們還可以去給商業用水 商業用水 市長 很可怕 那個水泉 這些私人的商業行為的公司 取水的 水泉 竟然比我們自來水公司 跟我們高雄市政府 政府申請的還要多 第一 沒有回饋我們大橋 他們出我們的水 沒有回饋我們大橋 我們的大橋 我們現在的那三顆 你們有看 那三顆粒枝樹 山上的錢 沒有太厚水 有嚴重嗎 很嚴重 農民灌溉都沒水 農民灌溉都沒水 在我們大樹 這很嚴重 還可以讓他們申請水權 還申請的比自來水公司 讓大家喝的更多 所以有多離譜就是有多離譜 所以這個要檢討 所以這個要檢討 因為水利署那邊都有資料 我們應該要跟我們的水利 水利局要跟水利署要有同步 的一個概況 當然你們會說現在的法令 沒有說不行 就沒有水了 你們還可以喝嗎 就這麼簡單 我今天我是議員 我今天我是民意代表 雖然我嘴巴痛 為了大家擔心受怕 把自己打開 我也是要戴著口罩 也是要來跟大家說 說這個有多重要 這些東西有多重要 然後其實我也是怕整個高雄市 剛才看到我說 那個水氣不好 都腫起來 要破壞高雄市的名譽 所以我乾脆戴口罩 所以真不好意思 這個意思 所以你看這個水 這麼重要 全世界已經也在確定說 都沒有水 連山上下來的水都不夠了 尤其我們大橋已經又 大家煩惱到大家人沒有水 已經又讓 南水局又在河岸的中央 用浮流水來解決 結果我們的水利局沒有把守好 這個水泉 一個商業用水 其實這個網路上面全部都有 你申請多少 申請多少 申請多少 全部都有 水泉不能放 水泉要重新檢討 對不對 還說他們這商業用水 還說要來跟我們大橋 檢疫自來水買水 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就玩八蛋 我們的檢疫自來水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就可以賣水 我們就跟自來水公司買水就好 他們這水泉 做水的 就讓他們去跟自來水公司買水就好 不要再想辦法 要來把我們大橋 大橋 大橋 那一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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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跟我說沒有法令 說他要申請沒有法令 怎麼會沒有法令 我每一天喔 法規喔 很多本都放在床頭 想到什麼 他出來研究一下 六法全書也在床頭 對不對 那個都我們都可以 都可以做的 尤其是像現在日本有一個技術 大家都大家都去 看那個小英總統都說 我跟大家說 你們公務人員 你們都要去看一部日劇 有一部叫下點火箭對不對 那個是講企業家 可是我最推崇的是另外一部 是講公務員的 拿破崙之村 那個才七集 你們去看一個小小的公務人員 如何有那個能力 去做一件非常對的事情 他一樣遇到很多的阻礙 他一樣遇到他的上司 背叛他 他一樣遇到他們的土地要重化 他們是怎麼樣子的 應變能力 全世界沒有秘密了啦 工業4.0這裡沒有秘密了啦 內部片子告訴我 原來日本現在打了一顆衛星上去 你知道那個衛星做什麼的 那顆衛星喔 從衛星探測 你的土壤裡面污染到什麼 總程度它裡面土壤有什麼 總的內容 它土壤裡面它產生什麼變化 這個水的淺層深層有多少 原來不只日本的一個衛星在做而已 我最近在那個 有一些外國的網站 我也有找到 那哪裡很複雜 沒有很複雜啊 那個Google 主席 Google就找有啊 這些年輕人未來 這些年輕人慢慢的出頭 我們該如何自處 所以我們真的要拿出一些誠意來 這個貼後變遷 這個環境改變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措施 一個相關的辦法 對不對 然後最後的時間 那個我們請我們那個 水利局 這樣要怎樣 這個水權 今天確定又旱災來了 謝謝副議長 謝謝林議員 那幾點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地下水權的核發 水利局這邊是發水權的這個工作 那這是依照水利署的相關規定 那實際上 整個地下水的一個量的管控 這個部分是在水利署 那我們也在今年度那個 他們賴副署長來拜訪的時候 我們有跟他提到說 地下水權量的一個 適度的管控是必要的 那水利署目前也在 朝這個方向來去沿你 但是這個因為涉及到的層面很多 像剛剛議員提到的 像有些工業也在用 有些農民也在用 但是農民又是比較弱勢的一群 所以這個部分 水利署要去綜合訓的討論 那另外剛剛提到的這個抗旱 那目前的水權 水量有兩個一個備源的 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南水局的一個普流水 這個部分它是希望能夠供應到10萬噸 但是目前還沒有完工 那另外一個就是水公司 其實他剛剛提到的這個 地下的一個深水井 這個部分全部都是備源的水井 平常是沒有在抽的 那預估的量因為它有很多口 那有些口確實沒有在沒有在用 還沒有啟動 那有些是已經修理好可以用的 這個部分量有10萬噸 所以今天今天在整個中央單位 我是覺得說我們的水利署要 我們水利局要求它 有一點要做到 那個井如果是真的不能用的 我們去幫它協助 井不能用 就把它恢復原狀 不要再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是要做路標還是要做... 好這個部分我們再跟那個水公司來洽談 好謝謝林芳如議員的執行 今天議程到組結束 三位 我剛好看 進去 一件事情 一定是